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现这个思路的关键是第二颗直取光1英寸传感器 不同于以往手机配件的思路 它绕过了手机原本的镜头 直接获得外部光线 减少了光线折损 安装在相场的正中央获得最清晰的画面 结构再次加固 镜头卡口直接固定在整机中框上 表面由蓝宝石玻璃保护 避免了日常使用造成磨损 我们兼容以镜头体积小巧 组成的莱卡M系列镜头 安装方式和相机相同 一扭一卡就完成了 软件上支持峰值 对焦斑马线直方图等常用工具 可以拍摄10bit的RAW格式文件 我们和大家一样 看到这个圆形也不免产生启发 概念机的目的 就是在保持便携性的基础上 将一部分影像能力外置出来 我们原以为的瓶颈就一下子被拓宽了 它既是旗舰手机 又可以摇身一变 成为一台专业的影像设备 既便携又强大 这就是小米12S Ultra概念机 小米